炼雕绝活 环环相扣 一气呵成 订阅玉园和甜玉 每天学点新知识 菩石能蜕变成美玉 靠的是玉雕师精湛的技艺 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却是由玉雕师的思想审美决定的 炼条工艺 常见于炉、平、索、坠等器物上 是一种既间又显得活 炼条和器物取自同一块玉料 确定好主题和炼子位置 进行在切割创作 要求炼环与炼环之间 完整无缺、环环相扣 纯熟的记忆和胆大心细 缺一不可 否则无法创作出 这样精致的器物 分享一位玉雕师 创作炼牌的全过程 感受下高难度的作品 如何诞生的 玉雕师拿到一块料子 首先要读懂料子 方可因才失刀 选择干净没有毛病 和脏色的地方 把链条设计排列好 每个链扣的大小厚薄一致 并且尽可能误尽其用 用适中的圆钉小心翼翼的 凿出内缘形状 用肩棒剔去环扣 与环扣之间的料子 在制作的时 需要不断地调整工具 与作品之间的角度 以确保链条不被工具弄伤 链条的每一部分精细地雕琢出来之后 将链子部分包起来 保证链子不受伤害 之后开始着手排身的切割 整形 再创作 排身刻画 藏传佛教度母形象 巧妙地结合链牌 将不同的气质和文化 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 整个一体链完成创作之后 再进行抛光、打磨 活环链雕的雕刻过程 十分漫长而且艰难 还具备一定的危险性 因为在活环链雕刻时 所有的取材都不能离开材料整体 一环扣一环 如果损坏一圈或者一环 那么这块玉石材料 就成为了废料 整个雕刻过程全功尽弃 对于作和田玉的 活环链雕师傅来说 既要心灵手巧 拥有高超技术 还要胆大心细 敢于实践 如果没人告诉你 够你想上几年的 这就是老祖宗 代代相传下的智慧财富 就是因为其工艺极其费力 又特别费预料 所以在和田玉资源 日益枯竭的现在 练雕存事量日渐稀少 成为收藏中的强手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